你好,我是韩国平台的 如果和我肩并肩作战的战友 一天忽然变成了女人 我到底怎么对待她呢? 她要和我继续暧昧的生活呢? 还是选择退呢? 这种听起来是高血剧情的故事 发生在韩国部队里 担任战车驾驶员的兵信秀夏世 夏世就是一种军管的军衔 不是普通士兵 他在部队里感受到了严重的性混乱 虽然他是男人 但内心里隐藏着女人 而且部队里都是男人嘛 可能这种情况加剧了他的混乱吧 所以他一直用尽权力 克制内心的想法 但多估计于是这种压制 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弹 让他变得非常的忧郁 无奈之下 他接受了军衣院的精神诊断 也向上司们公开了自己的兴趣向 虽然内心得到了意识的缓解 但是他的精神很快又接近崩溃了 所以他在2019年申请休假 去了一趟泰国 做了冰性手术 想回到部队后继续伏笔你 不过军队让他接受身体变化带来的EU调查 最终由于他的生殖器受损 高丸去除等原因 被判定为身心障碍三级 陆军召开了退役审查委员会后 最终决定了他的退役 这种想法在韩国是非常难得的 虽然对男人来说服兵意识也有 但心甘情愿去参军的还是不多 兵性手术在军人权中心召开了 接着招待会 说明了如果自己可以继续当兵的话 使用更难的士兵一起生活的经验 成为独一无二的女兵 如果军队利用自己这种独特的经验 把他送到合适的位置就能起到最佳效果 他在二月份向陆军本部提出了 重新审查退役决定的人事请求 陆军在八月份驳毁了这个请求 他这次又提起了 取消强制退役处分的行政诉讼 对此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很多人认为军队让他退役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他当初是以男人的身份当兵的 但现在变成了女人跟其他男人 继续生活显然不合理 反过来他要继续当女兵 这也得征求其他女兵的意见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宾夕秀曾经是个男人 如果那么注重人群的话 是不是也得考虑那些女兵的人群呢 而且军队绝对不是儿戏 不是让一个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哪个国家的军队以及军人 最高目标就是守护国家 遵守军规就是一切 为什么战场上士兵不服从命令 上司就能马上出份 因为当军人就得服从命令 如果他是在进入部队之前 已经做了变形手术 确定了性别 那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这样部队也可以考虑怎么对待他 很多人都说如果他真想当女兵的话 应该重新考试后再进去 这样比较公平 所以人们认为这个问题 不应该牵扯到人群问题 而是一个军队的使命 以及军贵的问题 그럼,拜拜